要给晨晨吗 也可以 随便吃嘛 好 晨晨 来 给晨晨了 我养过鹦鹉 三 二 一 五 这都可以 厉害 这个来了 你俩白鹤少年 这个来了 我叫鹦鹉 特好玩 每天我愿意去写字的时候 他在我后面站着 如果我不理他 他就会把翅膀扇动起来 把我那枕全给我扇的 哪都是你知道吧 学你说话不 他不学你说话 他在半夜的时候 有时候特吓人 他有时候看你不理他 他就在后面站 晃一晃看没有人了 就这么一声突然之际 保哥喜欢这种事情 跟鹦鹉学的 而且他愿意跳舞 但是你回过身来 跟他跳舞就好了 跳那舞还特难看 鹦鹉好像抬腿那个 他愿意这么跳 他愿意这样 他愿意这么跳 然后你必须得做出一个什么动作 你头身体和下沉的动作 他才能整体模仿你 如果说你光这样 他就讨厌死你了 他就开始扇翅膀了 你得全身动起来 对 他生气还会把羽毛 他生气就不开心了 就会回头发那尾巴那毛 用力实力实力就给那个毛 我们家那个之前也是 我们那放音乐就点头 还有必须得是嘻哈音乐 你现在嘴巴里为什么 你现在在影射谁呢 他会魔法王素人 来 保哥 我洗澡的时候 愿意先洗脚 愿意先洗脚 咬嘴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这个很难沟通 而且其实这种隐私不必搞错 对 你脚怎么了 你脚怎么了 宝哥 你不能死了 你没有人给你夹 什么了 你大把大把在那儿吃 你一 一片一片 我给你拿软一点 这好吃 这更好吃了 我真的 那我生活习惯特别奇特 我早上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 我而且是 我彻底醒透了以后 我吃完饭了 我什么事都忙 我几乎要忙的事忙完了 我才能看手机 这好厉害 因为我觉得看手机是有压力 什么厉害 然后我最大的一个习惯就是 可能都脱离开现在年轻人的这个 现实生活状态 我喜欢听书 历史书之类的 你看现在我就在听那个 上下五千年这个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我也听 但我是听那个明朝那些事啊 但是我是天天听啊 我是天天听 我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 学没上钩 然后觉得后期又觉得那些很空虚 宝哥 宝哥为什么给人感觉 声音歌 是叫你 进 beans 认译